大家好 那今天我来这个示范这个热土的细缝的填缝泥 也就是3mm宽度以下的这个填缝泥的使用 由于现在大部分的这个室内的这个磁砖的缝隙的话都比较小 那可能有些是新做的 有些是这个有一段时间了 那磁砖缝可能有些需要修补的 所以我们推出这样子的材料 来让大家可以做修补或是做新的填缝泥的时候做使用 那这个细缝的填缝泥的话 它不管是灰色还是白色 它就是加水 本体加水去做搅拌 就能来做使用 那我等一下来示范一下 那这个水量的话 它是27.5% 百分比27.5% 也就是说100克加27.5cc的水来做使用 那由于这个使用量很少 所以我建议各位的话 一开始的话 我们就用100克这样子来做 100克其实就可以填很多了 如果你去做修补的话 先用100克来做搅拌 那当然各位的话 尽量能够备好这种小磅秤 来做小磅秤来做量色的依据 不管是量水或是量粉体 那如果你没有小磅秤的话 那你可以找这种 这个量杯 或者像这个是如果你有买我们的热散 超过里面沙浆 2公斤煮里面就有附这个量杯 那这个量杯 你就是量27.5% 27到28左右 先把这个水的话 你就把它加到这个 你的这个容器里面 要选这种长型的容器 你会比较好做 比较好做 然后呢 当然粉体 样量粉体 你可以量100克 或者是说 你没有磅秤的话 那你有这个量杯 那你就是用这个量杯 装一杯 装完之后不要去敲它 让它是平的 它大概就接近100克 可以这样来做量的 所以我来示范这样子的做法 好 好 那你装完之后 它大概是平的 大概是平的 这样子大概是100克 然后你把它加到这个 刚刚27.5克的水当中 好 然后我们来做搅拌 好 做搅拌 那搅拌的话 这个就是 搅到它是一个 膏状的情况 由于这个里面 有防水粉 所以它 不太好 不是那么容易搅 我们大概这样子 像我这样子的搅拌方式 大概要搅个一分钟 那搅完一分钟之后 它会变成一个 膏状的状况 那我们 搅到膏状之后 还要再静置 三到五分钟 再来搅一次 才会是我们要的那个状态 好 那我先做一个 第一次的这个搅拌 那就是这样子 持续的搅 那这个过程当中 不要偷加水 不要加水进去 它自然会 自然这个粉体在 在我们这样搅拌 然后都有去 去碰到这个水之后呢 它自然就会变成 一个 膏状的状态 它会突然间 像这样子 突然间的话 变成一个 膏状的状态 大家看到 它已经变成一个 这样子 不是粉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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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粉底的状态 然后不是很好搅 不要脱加水 我们其实 能够保持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话 它等一下 填缝之后的性能的话 会更好 好 大家看到 它已经变成一个膏状了 好 变成一个膏状 那在这个状态下 在这个状态下的话 我们先放静置 等个 这个三到五分钟之后 我们再来 做下一个动作 好 那我们放了 三到五分钟之后 原因是为了 让里面的这个 素质溶解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 放置三到五分钟之后 它是不是就变得 流动度 有这个流动度出来了 跟刚刚完全不一样 所以记得 你既然要做这个样子的修补 填缝 真的不要乱做 真的不要乱做 加水量多少就是多少 这是我们经过 多次的试验 让测试 让大家 一般民众都可以做到的 水泥材料 这种填缝剂 水加越多 它的性能就越差 就越容易 之后就越容易掉 记得这件事情 好 那今天果然 试示范一下 这个怎么填 进去 里面 像这个就是 之前 这个里面的缝 它原本是白色的 这原本是白色的 然后 这个 它里面的填缝 击掉了 所以我们来做修补 那我们使用的工具 使用的工具 使用的工具 的话 跟一般我们做 这个填缝 用的海绵抹刀不一样 这个时候 你就要用这个 油漆用的这个 武刀 因为它是硬的 我们才能够把这样的材料 塞到这个缝隙里面 或是说你有 热扇 用的 里面的一个金属小匹刀 都是可以用 适合来把这个料 挤到里面去 但是如果你没有 你就可以去五金行 买这个 来做 这个填补 记得它不是用海绵抹刀 海绵抹刀是 3mm以上的 你可以用海绵抹刀来做修补 那这个的话材料很省 我们只要把这个材料的话 放到这个上面 然后用这个 把它挤进去 好 确实的 挤到这个缝隙里面去 好 好 那我们在等它稍微干 但是还没有完全干的状态下 好 可以把它拿抹布 湿抹布的话把它擦干净 擦干净的话 它就可以 回到这个 这个 做完的状态 好 那它这一个的话 这个材料的话 它的 这个 吸水率大概在 2%左右 好 那大概跟你的磁砖 这个 吸水率的话 大概可以匹配 好 那大家切记啊 这种填缝的话 就不要 在试错的时候 配比的话 就按照正确的一个 添加量 那这个 我们 调配的这个 都还是 蛮适合 一般DIY 或是 师傅来做 施作 那 兼具的工作性 跟性能 那大家 有 需要的话 都可以来院院看 好 谢谢大家